這個鄭文燦的這個影片 早上我只質疑他一句話 影片到底是不是你 就這麼一句話 什麼都不用回答 你不用說這影片有沒有剪輯 然後你怎麼樣 不用 這個影片是不是你 就這麼簡單 但是目前他還沒回應 我要講一下 剛才這個吳徵提到的 吳徵說他們民進黨的立場 叫做抗中保台 這是吳徵講的 那你又說 這個抗中保台是你的立場 那你又說可以跟 中國大陸做生意你不排斥 去跟大陸交流 我也不排斥 不是這就是剛才海大的 學員會長陳會長講的 工作是抗中生活是輕鬆 因為你要抗中 那你又要做生意 那你到底搞得大家好亂 那AIT的 美國跟中國現在難道沒有做生意 AIT的羅生伯格 美國不是定義中國為戰略競爭夥伴嗎 你要兩岸對話 可是你們要抗中保台 所以你背赤了你們的生活 你也背赤了美國 對你們的一個方向 林桃你的意思 對不起我真的講一句 難道是說 只有我們跟誰做生意 就要乖乖聽他的話 任他來踐踏我們主權嗎 所以你抗中跟整個的交流 就兩個是背赤的 不會我們做生意 生意做啊 他兩個是背赤 現在中國跟台灣 還是占38%的貿易比啊 到底抗中跟對話 是不是兩個槍子 你剛剛要堅持台灣的主權 底線不要退讓了 不要承認一個中國人 我再來講 就是趙天霖委員2015年 擔任是民進黨中國事務部的主任 基本上他是民進黨裡面最懂中國的人 可是呢 懂一懂就變親中立委了 這個我們覺得就是說 其實賴清廷要趕快去查 為什麼 他不只是在國旁外交委員會 這有可能是機敏的破口 民進黨啊 有可能是來打探民進黨內部的資訊 這難道不用查嗎 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很訝異 就是說基本上 這個整個賴清德主席早上竟然先說 他們自己要講清楚 拜託 趙天霖還有什麼要講清楚 他承認了 他出來承認 然後出來道歉 代表他跟中國極政女性的關係 他是成立的 那成立 他又在國旁外交委員會 他二零一五年又擔任 民進黨的中國事務部主任 難道不用趕快開掌嗎 所以難怪我們網友在這個投票 目前已經超過一千多票 全部都是退選嘛 那我必須要講一下 我必須要先講一下吳征的辛苦 吳征過去一個半月來 是怎麼樣檢驗 其他黨的立委馬文君 對不對 很辛苦 結果一天就豬洋變色 全部翻車 我為什麼要講說 這個回力標來的越來越快 而且是史上史無千例的大 因為過去一個半月 你檢視馬文君的每一句話 都可以檢視趙天林 而且過去他們檢視馬文君 還講說你PHS後來是二哥大 你內容講了什麼 那你為什麼要把這份文件 拿給韓國 就全部用質疑的角度 今天趙天林是自己已經出來承認 跟中國籍的女生長達這麼多年千絲萬縷的關係 而且我們剛才獨家都爆料 你的辦公室的主任 你的幫助理 是幫這位女性直接申請來台的文件 這個我們必須要講一件事情 把別人指別人 然後自己應該要講清楚的 范雲說他不回應了 他說這是個人事情 不回應 過去你是怎麼評價 陳佩琪跟柯文哲的時生活 不是 這個是一個標準的問題 我沒有要幫陳佩琪或任何的講話 我只是說這是一個標準 外界都在看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結論在這邊 你可以看到一整個系列 從去年的中國棚到今天的青中林 我去年已經提起民進黨了 因為鄭運棚用中國台灣籍 去跟三大國企電信業者做生意這件事情 而且專利是用華為的 我先告訴大家 民進黨的抗中保台已經被裂解了 我告訴大家 今天青中林的事情 這不只被裂解 整個民主 這個民進黨的神主牌抗中保台已經粉碎 我回應一下林陶 我並不覺得辛苦 因為我也 我剛剛已經態度已經很清楚了 我也樂見國民黨現在 終於要來重視我們國防的機密的重要性 很好啊 國民黨現在要檢視趙天玲 說 因為你跟一個中國籍的女子有親密關係 你有接觸到機密的訊息 可能有外洩的問題 這是一個很高的標準 因為到底現在他們兩個人之間有什麼樣的互動 不清楚 好 我們也支持說這個事情要檢視 要去說清楚 這也是賴清德主席今天的定調 那同樣的問題嘛 現在馬文君自己承認 錄音檔已經交給了韓國 這樣的機密外洩 國民黨要不要面對 很好啊 大家要來檢視標準一致啊 我們的國防機密都不要外洩 都不應該有這樣的狀況啊 那已經自己承認 把資料給出去的國民黨 現在的立委 國民黨為什麼不面對 還有鄭文燦的澳門之行 好